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可也是个不思进取的学道之人 直不一南洋人 初初到时为狼管是文帝 在汉初想当官途径有三 一是先当狼管就是宫廷进卫官 二是在封国政府或者是郡政府先当立 所谓立就是基层的干部 如果表现优秀可以被推荐到中央去 第三是在中央政府部长级干部官署 就是三公九卿这一级的 先当幕僚或者是先当立 同样是如果有表现出色的可以向中央推荐 以上这三个途径当然是第一种升官最快 当理是很显然的 狼管因为直接侍奉皇帝容易混得脸熟 只要被皇帝点了名了 你不想升官那都难 所以说狼管就成了当时从政之人最向往的职业了 羡慕是应该的 因为要当狼管首先必须要具有经济实力 按当时规定 只要你能交出十万钱 你就可以进宫当狼管 但是别以为交了十万钱 你就完全可以平安无事就了事了 当时汉朝有规矩 想当狼管必须自备漂亮的衣服和车马 皇家不会给你出一分钱 没办法经常在皇的面前走动 你总不能穿的太差了 车马的档次也不能太低 所以如果你家不是富户 那你干脆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得了 如果算有钱 那当时的商人有的是钱 21世纪的今天 别以为商人多么牛 事实上2000年前 他们真的是穷的只剩下钱了 要地位没地位 要名分没名分 国家规定商人不能从政 所以商人活一辈子 大约就是挣挣钱 数数钱 然后再花花钱 除此之外没什么奔头 于是当时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 有钱的商人 政府不让他们从政 没钱的读书人想当官又没钱 所以能当上狼管的人 那真是少之又少 99这问题就出来了 首先皇宫之中 狼管清皇不见 其次条件苛刻了 当狼管的人少了 皇宫就少了一笔收入 后来刘起想出一办法 降低门槛 此门槛当然还是没有商人的份 是农工商商牌的最后一位 刘起为了满足部分 清寒知识分子的官尹 以及他们一枪 替皇帝跑腿为荣的理想和报复 将十万钱降低到四万钱 除了商人及品德不端的人以外 只要能交出四万钱的人 皇宫随时向你敞开大门 话说回来 执不以后来能会上玉士大夫 过程大约是这样的 先当狼官 后来被提为太中大夫 刘臂造反的时候 执不以两千代官员的身份 降兵出兵 因为平叛 无处 叛乱有功 被败为玉士大夫 同时被封为赛后 在文景之志期间 小网上塔 似乎有一种品格是不能少的 这种品格就是刘衡 平为晚的那句话 长者 所谓长者就是厚道老师 毫不疑问 执不疑就属于长者 执不疑之所以得此名声 源于一个误会 怎么回事呢 当他还是狼官的时候 住的是集体宿舍 有一回 同宿舍的另外一位狼官 错将另外一个狼官的黄金 给拿回家去了 就是另外两位 一个把另外一个给拿黄金 给拿回家去了 结果呢 丢黄金的狼官回来以后 就怀疑是执不疑给偷的 执不疑也没抗议 重新买了一块黄金 交给他了 交给对方 并且道歉 对不起 你那金子我拿的 是吧 现在我还给你了 然而不久 错拿人家黄金的狼官回来了 一回来就把黄金还给人家 结果人才知道 原来执不疑被冤枉了 低调作人 甘愿替人背黑锅 这就是长者的标志之一 同时这也是老子 所倡导的一件事情 执不疑呢 不仅是老实低调 人长得还特别的帅 刘毕造反 以前呢 执不疑每当上朝 总被人在背后支支点点 甚至有同事当着大家面说 哎 是你小伙子长得挺好啊 不是你的错 你为什么偏偏盗扫呢 真疙瘩了 小叔子和自己嫂子 这事实在是太恶心 所以盗扫就是和嫂子私通啊 一大男人大庭广众之下 放高声喇叭接人家伤口 说实在的缺德呀 这叫什么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揭短 然而他更缺德的是 执不疑倒扫 竟然是他编出来的 如果换成是谁管 他个三七二十一 先轮起凳子 砸了他再说 然而执不疑呢 脸不红 心不跳 也不跟人家脖子粗 他只是淡淡的说道 不好意思 我没有家兄 我们家我最大没有兄的 是吧 我没有哥哥 家里无兄 何来大嫂 没有大嫂 何来盗扫之说呢 一场莫须有的罪名 就这样被一句 清风淡雨的话 就给孝结了 直不疑的长者之名 那真不是吹出来的 有毒量 有牙量 然而有的时候 长者也不能当饭吃 逼掉你 不能总不挨刀 刘彻罢掉喂完以后 顺便也打发直不疑下岗 理由就是 监狱里出了 那么多冤枉的囚犯 你作为御史大夫 这个黑锅 你不背谁背呀 你必须得背 辛辛苦苦几十年 竟然不抵黄帝一句话呀 这就是政治游戏 实在是残酷的过分 不过想一想 替别人背黑锅 向来不就是直不疑的专长 那既然这样的背呗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或许是该让位 给年轻人的时候了 下一代长者嘛 是吧 就出来了 清理掉植物仪之后啊 刘彻召来窦鹰和田坟 就开始吩咐了 说我这有两个控岗 一个是御史大夫 一个是郎中定 你们给我找找看 推荐两个好同志 来接替这两个植物 这窦鹰和田坟呢 两个人也够利索的 截止呢 就找到了这么一个人 就找到这么一个人 两个人 一个是赵婉 一个是王丧 赵婉 代军人 王丧是兰陵人 俩人呢 都曾经拜鲁国的儒学大师 深宫学诗经 于是呢 窦鹰和田坟 马上呢 就向这个 刘彻提名这俩人了 很快的刘彻就批准了 拜赵婉为御史大夫 提王丧为郎中令 官场文化历来是奇特的 在通往金字塔顶端的道路上呢 稳杂稳打者 就算不能善始善终 多少也能明哲保身 全身而退 诸如未婉和直不宜 而那些坐直升飞机爬上顶的人 往往是爬的越快 跌的也越快 爬的越高 睡的就越惨 诸如眼前的赵婉和王葬 赵婉俩人 我们除了知道他们是大师 深宫的弟子以外 其他一物所知 一个从政履历苍白之人 突然飙上高位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对于赵婉这对师兄弟来说呢 恐怕只有两种感觉 那就是得意和恐惧 得意的是 他们拜师学诗经恰逢实诗 发了 学如学对了 恐惧的是呢 如此高位 怎么才能保得位置的长久和牢固呢 要想干的就 当然是必须博得皇帝的好感 要想博得刘彻的信任 必须先露两手啊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露得好不好 就看开头那几把火烧的旺不旺啊 事实上赵婉俩人的几把火烧的很旺 但是他们却把自己一块都给烧掉了 赵婉的第一把火到底搞什么名堂呢 其实赵婉的名堂啊 就是想搞名堂 姚芳说了 你这说的什么玩意儿 名堂名堂 第一个名堂 咱们说的是名字的名 第二个咱们说的是日月明 明朝的明 这个名堂和那个名堂有什么区别呢 日月明这个名堂 就是专门给天子兴建一座大兴建筑 此建筑不是拿来度假的 也不是用来喝酒唱歌的 而是专门用来会见诸侯的 进行重要祭祀活动以此来显耀天子威风的场所 兴建名堂 是儒家极力吹捧建立天子权威的产物 如果说董仲书的天人三策 为刘彻尊天下提供的理念基础 那么赵婉建议建立的名堂 就是对董仲书思想的具体体现 刘彻初出江湖锋芒毕露 然而根基上代扎紧 他太需要这个所谓名堂了 能替他建立起少年天子的威望 对刘彻来说 赵婉这把火烧得好 烧得妙 这简直就是拿特别的爱 献给了特别的刘彻呀 那既有名堂 就必须得有主持人了 赵婉已经替刘彻选好了人了 此人正是他的老世间儒家大师 鲁人申公 时人又称他为申培公 在当时以研究儒家武经出名的 几个国宝级人物 他们分别是济南福生 以研究赏书文明 当初中央派朝错到齐国留学 学的就是福生的学问 齐人袁固生 以研究诗经文明 与之其名的就是方才所言 申培公先生 此三人者都是八十岁以上高龄 放了今天 那都是相当于国学大师 纪线林老先生的学术地位的 无处之乱之前 申培公曾经侍奉过楚王刘录 但是他不好学 经常弄得申培公里外不是人 于是申公只好主动下课 回到陆国以教书为业了 事实证明 不听老师的教诲终究是要吃亏的 无处之乱 共同谋反跟刘彼一块啊 关键时刻被刘彼给丢下来了 于是这个楚王只好自杀身亡 落到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话说回来 当时啊 也不是说只有以上三人是国保级人物 我们之所以重点推出这三位 一个是他们不但学问大 名气大 而且呢 主要问题在于他们的弟子啊 做的这个职业呢 做的比较大 事业比较大 申培公这两个弟子啊 得意的弟子啊 如果按备份来算的话呢 赵婉应该喊王赃一声师兄 原因很简单 王赃拜师呢 是比赵婉早的 当赵婉和王赃向刘彻提出请深宫出山主持名堂的时候呢 刘彻那是同意了的 然而他们紧接着又向刘彻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请我们老师这是国学大师出山 能不能 说给我们老师备一份厚礼啊 刘彻说 那这个厚礼你要多厚啊 说越厚越好 那为什么呀 赵婉说 陛下您有所不知 当初深宫侍奉楚王时 曾被羞辱的无言扫地 于是呢 自在以后他就发毒誓 此生此事退去家教 永不出山 刘彻说 哦 那都永不出山了 你们还请得干什么 赵婉说不见 诗经乃五经之首 深宫不仅以诗学闻名天下 治乱兴世之色 亦举世无敌 您说不请他出山 那请谁呀 刘彻电脑说是 说没错 那你能请得动他吗 赵婉说 哎 我当然请不动 不过 说是您请 那他就没有理由不出山了 刘彻乐乐说 行行行 那这就按你说的办 背后礼呗 到秋天 刘彻呢 准备了一堆后礼 安车四马 已应深宫 必须交代一下啊 安车四马 就是只有着四匹好马的 这个车啊 好车 金杆车 当时汉朝的这个百姓 都在斗谁家的马多 但是呢 多数马车都是一马拉的 一匹马 而能坐上四匹马拉的车 果然当刘彻的这个 特别家常版的这个 四马 安车四马呢 这这哎 就开到鲁国的时候呢 深宫果然就答应出山了 但是当赵婉等人 辛辛苦苦 拉着这么一老火宝 赶回长安的时候 没想到竟然发现 这火宝出了点意外 出了什么意外啊 事情是这样的 当刘彻见到深宫之后啊 张嘴就问 治乱之策 然而呢 深宫只用不到三句话 就把刘彻给打发了 那么 深宫究竟是用哪三句话 把刘彻给打发了 刘彻又为什么 跟深宫之间 出现了局域呢 事实上 如果不是要人阻挡 斗鹰和田坟的这个位置 那是要互换的 一直以来 田坟最渴望的 就是得到丞相位 威婉威吧 他以为丞相非他莫属了 可是关键时刻呢 他却被家里养的那群宾客 端了梦想 怎么回事呢 宾客们呢 是这样对田坟说的 说论后台啊 当然您比斗鹰硬 论能力 您也不比斗鹰差 论人气 您就比斗鹰差一劲了 斗鹰速归 人气正旺 天下名士速归之 现在啊 还不是颁他的时候 建议您先忍一忍 所以大师陛下 让您当丞相 您一定要把这位置 让给斗鹰 斗鹰当丞相 您一定会当太位 太位和丞相 地位同等尊贵 您大可不必慎上 你再说了 您唠得清虚之名 以后还怕 没有机会 当上丞相吗 哎 田坟一想 真没白眼了 这群人啊 宾客一席话 激起了田坟 突然详细人类 这个人当然就是窦太后 窦鹰有窦太后撑着腰 又有一堆名士撑着腰 如果他真要和窦鹰 争这个丞相 恐怕是一场恶斗啊 那不如就顺宾客之意 再人认为 于是天坟 马上去找王皇后 王皇后又给刘彻吹风 结果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丞相斗鹰 太位天坟 好了 丞相和太位换了水 那么玉士大夫呢 这个要不要换呢 刘彻的回答是 换 能不换吗 赶紧换 想让刘彻不换人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玉士大夫 正是植物仪 他也可以也是个 不思进取的徐道之人 植物仪南洋人 出书道时为狼管 是文帝 在汉初想当官 途径有三 一是先当狼管 就是宫廷进卫官 二是呢 在封国政府 或者是郡政府呢 先当吏 所谓吏呢 就是基层的干部 如果表现优秀 可以被推荐到中央去 第三呢 是在中央政府 部长级干部 官署 就是三公九卿这一级的 先当幕僚 或者是先当吏 同样是 如果有表现出色 可以向中央推荐 以上这三个途径呢 当然是第一种 升官最快 当理是很显然的 狼管因为 直接侍奉皇帝 容易混得脸熟 只要被皇帝点了名了 你不想升官啊 那都难 所以说狼管就成了 当时从政之人 最向往的职业了 羡慕是应该的 因为要当狼管 首先必须要具有经济实力 按当时规定 只要你能交出十万钱 你就可以进宫当狼管 但是别以为 交了十万钱 你就完全可以 平安无事就了事了 当时汉朝有规矩 想当狼管 必须自备 漂亮的衣服和车马 皇家不会给你出一分钱 没办法 经常在皇人面前走动 你总不能穿的太差了 是吧 车马的档次 也不能太低 所以如果你家不是富户 那你干脆 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得了 如果算有钱 那当时的商人 有的是钱 21世纪的今天 别以为商人多么牛 事实上 2000年前 他们真的是穷的 只剩下钱了 要地位没地位 要名分没名分 国家又规定 商人不能从政 所以商人活一辈子 大约就是挣挣钱 数数钱 然后再花花钱 除此之外 没什么奔头 于是当时就出现了 这么一种情况 有钱的商人 政府不让他们从政 没钱的读书人 想当官又没钱 所以能当上狼管的人 那真是少之又少 99这问题就出来了 首先皇宫之中 狼管清皇不见 其次条件苛刻了 当狼管的人少了 皇宫就少了一笔收入 后来的刘起 想出一办法 降低门槛 此门槛 当然还是没有商人的份 是农工商商牌的最后一位 刘起为了满足部分 清韩知识分子的官尹 以及他们一枪 替皇帝跑腿为荣的理想和报复 将十万钱降低到四万钱 一个翘舍改成一个平舍 除了商人级品德不端的人以外 只要能交出四万钱的人 皇宫随时向你敞开大门 话说回来 直不以后来 能混让玉士大夫 过程大约是这样的 先当狼官 后来被提为太中大夫 刘毕造反的时候 直不以两千代官员的身份 降兵出兵 因为平叛 无处 叛乱有功 被败为玉士大夫 同时被封为赛后 在文景之志期间 想往上塔 似乎有一种品格是不能少的 这种品格就是刘衡 平为晚的那句话 长者 所谓长者 就是厚道老师 毫不疑问 直不宜就属于长者 直不宜之所以得此名声 源于一个误会 怎么回事呢 当他还是狼官的时候 住的是集体宿舍 有一回 同宿舍的另外一位狼官 错将另外一个狼官的黄金 给拿回家去了 就是另外两位 一个把另外一个给拿 黄金给拿回家去了 结果 丢黄金的狼官回来以后 就怀疑是直不宜给偷的 直不宜也没抗议 重新买了一块黄金交给他了 交给对方 并且道歉 对不起 你那金子我拿的 是吧 现在我还给你了 然而不久 错拿人家黄金的狼官回来了 一回来就把黄金还给人家 结果人才知道 原来直不宜被冤枉了 第一要做人 甘愿替人背黑锅 这就是长者的标志之一 同时这也是老子 所倡导的一件事情 直不宜呢 不仅是老实低调 人长得还特别的帅 在汉初长得帅 直不宜不是第一个 而因为长得帅 就被污蔑为道嫂的 陈平是第一个 估计直不宜啊 就是第二个 刘毅造反以前呢 直不宜每当上朝 总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甚至有同事当着大家面说 哎 是你小伙子长得挺好啊 不是你的错 你卫生偏偏道嫂呢 真疙瘩了 小叔子和自己嫂子 这事实在是太恶心 所以道嫂就是和嫂子私通啊 一大男人大屏广众之下 放高声喇叭接人家伤口 说实在的缺德呀 这叫什么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然而他更缺德的是 直不宜倒扫 竟然是他编出来的 如果换成是谁 管他个三七二十一 先轮起凳子 砸了他再说 然而直不宜呢 脸不红心不跳 也不跟人家脖子粗 他只是淡淡的说道 不好意思 我没有家兄 我们家 我最大 没有兄的 是吧 我没有哥哥 家里无兄 何来大嫂 没有大嫂 何来 倒嫂之说 一场莫须有的罪名 就这样被一句 清风淡雨的话 就给消解了 直不宜的长者之名 那真不是吹出来的 有度量 优雅量 然而有的时候 长者也不能当饭吃 低调 你也不能总部挨刀 刘彻罢掉未完以后 顺便也打发 直不宜下岗 理由就是监狱里出了那么多冤枉的囚犯 你作为御史大夫 这个黑锅你不背谁背呀 你必须得背 辛辛苦苦几十年 竟然不抵皇帝一句话呀 这就是政治游戏 实在是残酷的过分 不过想一想 替别人背黑锅 向来不就是直不宜的专长吗 那既然这样的背呗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呢 或许是该让位给年轻人的时候了 下一代长者嘛 是吧 就出来了 清理掉直不宜之后啊 刘彻召来斗鹰和甜粉 就开始吩咐了 说我这有两个控岗 一个是御史大夫 一个是郎中令 你们给我找找看 推荐两个好同志 来接替这两个职务 这斗鹰和甜粉呢 两个人也够利索的 接着呢 就找到了这么一个人 就找了这么一个人 两个人 一个是赵婉 一个是王脏 赵婉带军人 王脏是兰陵人 俩人呢 都曾经拜鲁国的儒学大师 深宫学诗经 于是呢 斗鹰和甜粉 马上呢 就向这个刘彻提名这俩人了 很快的刘彻就批准了 拜赵婉为御史大夫 提王脏为郎中令 官场文化历来是奇特的 在通往金卡顶端的道路上呢 稳杂稳达者 就算不能善始善终 多少也能明哲保身 全身而退 诸如慰婉和直不宜 而那些坐直升飞机爬上顶的人 往往是爬的越快 跌的也越快 爬的越高 睡的就越惨 诸如眼前的赵婉和王脏 赵婉俩人 我们除了知道他们是大师 深宫的弟子以外 其他一物所知 一个从政履历苍白之人 突然飙上高位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对于赵婉这对师兄弟来说呢 恐怕只有两种感觉 那就是得意和恐惧 得意的是 他们拜师学诗经 恰逢实诗 发了 学如学对了 恐惧的是呢 如此高位 怎么才能保得位置的长久和牢固呢 要想干的就 当然是必须博得皇帝的好感 要想博得刘彻的信任 必须先露两手啊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露得好不好 就看开头那几把火烧的旺不旺啊 事实上赵婉俩人的几把火烧的很旺 但是他们却啊 把自己一块都给烧掉了 那么赵婉的第一把火 到底搞什么名堂呢 其实赵婉的名堂啊 就是想搞名堂 哇 姚方说了 你这说的什么玩意儿 名堂名堂 第一个名堂 咱们说的呢 是名字的名 第二个咱们说的是日月明 啊 明朝的名 这个名堂 和那个名堂有什么区别呢 日月明这个名堂 就是专门给天子 兴建一座大型建筑 此建筑不是拿来度假的 也不是用来喝酒唱歌的 而是专门用来会见诸侯的 进行重要祭祀活动 以此来显耀天子威风的场所 兴建名堂 是儒家极力吹捧 建立天子权威的产物 如果说董仲书的天人三侧 为刘彻尊天下提供的理念基础 那么赵婉建议建立的名堂 就是对董仲书思想的具体体现 刘彻出出江湖 锋芒毕露 然而根基上代扎紧 他太需要这个所谓名堂了 能替他建立起少年天子的威望 对刘彻来说 赵婉这把伙烧得好 烧得妙 这简直就是拿特别的爱 献给了特别的刘彻呀 那既有名堂 就必须得有主持人呢 赵婉已经替刘彻选好了人了 此人正是他的老师监 儒家大师 鲁人申公 诗人又称他为申培公 在当时以研究儒家 武经出名的几个国宝级人物 他们分别是 济南福生 以研究赏书文明 当初中央派朝错到齐国留学 学的就是福生的学问 齐人远古生 以研究诗经文明 与之其名的 就是方才所言 申培公先生 此三人者 都是八十岁以上高龄 放了今天 那都是相当于 国学大师 纪线林老先生的学术地位的 无处之乱之前呢 申培公曾经呢 侍奉过楚王 刘彬 但是呢 他不好学 是吧 经常呢 弄得申培公里外不是人 于是呢 申公啊 只好主动下课 回到路过 以教书为业了 事实证明呢 不听老师的教诲 终究是要吃亏的 无处之乱 共同谋反 跟刘碧一块啊 关键时刻被刘碧给丢下来了 于是这个楚王只好自杀身亡 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话说回来 当时啊 也不是说 只有以上三人是国宝级人物 我们之所以重点推出这三位 一个是他们不但学问大 名气大 而且呢 主要问题在于他们的弟子啊 做的这个职业呢 做的比较大 事业比较大 申培公这两个弟子啊 得意的弟子啊 如果按辈分来算的话呢 赵婉应该喊王葬一声师兄 原因很简单 王葬拜师呢 是比赵婉早的 当赵婉和王葬向刘彻提出 请深宫出山主持名堂的时候呢 刘彻那是同意了的 然而他们紧接着又向刘彻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请我们老师这是国学大师出山 能不能 说给我们老师备一份厚礼啊 刘彻说那这个厚礼你要多厚啊 说越厚越好 那为什么呀 赵婉说了 陛下您有所不知 当初深宫侍奉楚王时 曾被羞辱的无言扫地 于是呢 自难以后他就发毒誓 此生此事退去家教永不出山 刘彻说哦 那都永不出山了 你们还请了干什么呢 张婉上不见 诗经乃五经之首 深宫不仅以诗学闻名天下 治乱兴世之色 亦举世无敌 您说不请他出山 那请谁呀 刘彻电视头是 说的没错 那你能请得动他吗 张婉说哎 我当然请不动了 不过说是您请 那他就没有理由不出山 刘彻乐了 说行行行 那这就按你说的办 背后礼呗 到秋天 刘彻呢 准备了一堆后礼 安车四马 已应深宫 必须交代一下啊 安车四马 就是只有着四匹好马的这个车 好车 情感说当时 汉朝的这个百姓都在斗谁家的马多 但是呢 多数马车都是一马拉的 一匹马而能坐上四匹马拉的车 那不亚于今天的林肯特别家常车了 是吧 你等于是坐了一个咱们所谓的这些个特别 著名的豪车 果然当刘彻的这个特别家常版的这个 四马 安车四马呢 就开到鲁国的时候呢 深宫果然就答应出山了 但是当赵婉等人辛辛苦苦 拉着这么一老火宝赶回长安的时候 没想到竟然发现这火宝出了点意外 出了什么意外啊 事情是这样的 当刘彻见到深宫之后啊 张腿就问治乱之策 然而呢 深宫只用不到三句话 就把刘彻给打 这种刘彻的刘彻 就把刘彻的刘彻 就把刘彻的刘彻